丁阿 你要跟大家呼籲的事 也是跟药有关系吗 就是那个 各位姐妹们 月子一定要做好 不然会留下后患 哎呦 怎么说呢 因为只要下雨 我就会天空空 很准哦 这跟坐月子有什么关系 因为老人家说月子没有做好 要偷洗头那种 我就是这样 而且我在坐月子当中 我还有吃冰块 凌晨还要骑车去买麦当劳 重点来咯 我还有 我那时候还对不起 也不能说对不起啊 还对得起公脉剧 你那个时候还是开喝了 还是要对得起公脉剧 因为那医生说我的那个 缺血缺得很严重 那时候后来我就想说 那我一天去喝一杯红酒就好了 怎么知道 喝到一半的时候 我看怎么没有了 喝完一瓶了 如果月子没有做好没有关系 那我们再生一个 这样 再把它调回来 所以你生第二个之后 有调回来吗 还是没有啊 还是没有啊 没办法 可能要再生一个 是不是啊 那你今天要唱什么高难度的歌曲 二姐江蕙的右手 为什么选这首 我感觉这首歌就是 唱出那种 有一种爱叫做放手 虽然是放手 虽然是放手 可是还是对你的感情没有 没有不爱你 也希望祝福你好好的 这样 然后再来他的情感 我觉得我蛮有把握的 还有他的拍子 我很喜欢这个曲风 最后是谁歌的歌唱 叫做放手 詞曲 李宗盛 哇 唱的表情 冰材要放你去 有的永遠是記憶 也是將軍的命運到故地來看別人 是藍藍藍 有憂鬆 一定愛孤孤母中 一定愛憲法 也愛快樂 雖然運氣是這麼痛苦 是藍藍藍 有憂鬆 馬亂安 做愛的悲傷 我的用心 帶你照顧 我的未來 你別煩惱 我的心情 帶你來照顧 我的未來 你別煩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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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好 你還是很穩耶 而且我覺得選這首歌選得真的很好 因為其實我有時候之前聽你唱歌的時候 會覺得說你在副歌的部分有時候會 沒有那麼放得開 就張力比較沒有那麼大 但是我覺得你選子榮老師這首歌 他是比較自己跟自己對話的感覺 然後我覺得你用這樣的表現 很內心 他的張力可能不是這麼大 但是自己跟自己講話的時候 其實那個張力是自己對自己交代的感覺 然後我覺得你這個感覺 我就唱得很內心很棒的一個表現 這這首歌我給你滿大的 滿高的評價 其實雅婷這個歌唱得滿好的 對 那這個其實是一個很內心的歌 那 你 因為每個人對這樣子的情境的自己的感受 其實也是不一樣 所以沒有一個標準是這樣 但我剛剛聽你在唱是有進去這個歌裡頭 這個歌唱得還不錯 謝謝老師